今天是6月27号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西城区的月潭街道 通过咱们北京市政府出台的19项重磅措施 以及咱们月潭街道和北京市民的共同努力 今天月潭街道由中风险地区变更为低风险地区 这里就是咱们全北京最富有黑科技的街心花园 这里就比较有意思了 这里是公园的黑科技的百米冲刺跑道 这是起点 起点有个大坪 大坪可以先把您的运动信息 个人的信息登陆进去 然后在起点开始起跑 灯带会跟着您的运动一起互动 到了终点 终点的时候还有个大坪 会把您的成绩展示30秒钟 这个是街心无聊的高科技森类拉机桶 这两个按钮就可以把拉机桶的盖子打开 如果您觉得按按钮不卫生的话 那看这里 这个二维码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 用手机来操作 也可以打开垃圾桶的盖子 看看 非常的高科技 干净卫生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在公园里还有六台这样的黑科技的动感单车 都是白颜色 看看这个设计外形 科技不科技 在单车的对面还有一个虚拟的跑道 大坪上有虚拟的跑道 还有每个人参加比赛的速度 单车速度 来这个公园晚上要比白天好看 看这么多人来玩这个动感单车 这个公园提供给路人的长椅 也非常有科技感 看 这儿有一个USB的充电口 还有一块可以无线充电的 充电成功 这个座椅的上面是一块太阳能板 也就是说这个座椅是用太阳能转化的电能 非常的棒 看到两边还有唱歌的 他们呢就直接把音箱插在了太阳能充电椅的USB充电口上 太棒了 为咱们北京点赞 关注水兵 咱们下期再见